那我肯定在腿上面呢,对吧? 宝宝11岁,马上买11岁了 马上买11岁了 店肯定在腰下面啊,对吧? 咱们腰是要电视店,最漂亮,最好看的女熊 熊见熊爱,熊见熊爱 所以咱们宝宝的小熊都爬在法国巴黎 还要靠后去了,这几天又增加了 哪怕跟他观望走了 前两天才排到法国巴黎 现在已经排到法国巴黎后面去了 咱们最漂亮的小熊,最聪明的小熊 熊见熊爱,生日怎么过 那肯定是鲜花蛋糕啊,对吧? 那肯定要吃好吃的,对吧? 吃不吃? 咱们手机腰肯定有腰的啊 再过半年的话就可以绕地球一圈了啊 咱们熊见熊爱啊 肯定是,嗯,嗯,对吧? 最大的男熊肯定特别多 几个手机,肯定一个手机啊 你看,这手机不是装我们的宝宝还能有空余呢 对吧? 两边还是空余 我还是放大了啊,对吧? 我还是把那个画面拉大了啊 要是拉小一点 那我们宝宝在手机上那可小了啊 咱们是富白貌美大长腿啊 我事先,我最美啊 呃,没有,没有三百斤 咱们才两百多斤的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宝宝的话 左上角点点关注啊 咱们有时间的话 就给大家播一下我们的大熊猫吃早餐啊 谢谢我们快乐的大脚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哦,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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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个好 哦,这一只啦 两只啊 有肉了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大长腿,咱们是大长腿 咚咚咚咚咚咚 对吧 咱们肯定有 咱们是抖一下小群群啊 来吧 说错了 都是来吧 的错 咱们是 呃,晃一下我们的裙摆 对吧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 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咱们刚刚是晃一下裙摆啊 就是大家穿那个小心理裙一样 对吧 要把裙摆摆起来 这样感觉特别的漂亮 对吧 没有大肚子啊 咱们是最标准的大美熊 哪有肚子啊 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 谢谢大家的宝宝的喜欢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宝宝的话 可以走上角点点关注 点点赞 这是我们最好看的鲜宝宝啊 最漂亮的鲜宝宝 呃,最白的鲜宝宝啊 最聪明的鲜宝宝 一天要吃多少 一天吃了不多 也就吃个一二十斤啊 咱们宝宝 嗯 怎么说呢 饭量是很小的啊 呃,现在有点小雨啊 有点一点点啊 有啊 加特林啊 有加的 有刚才吃了大笋啊 有吃了大笋 就吃了一个 呃 把重新来一下我们的笋尖啊 另外一坨已经被无情的抛弃了 防水的啊 防水的 谢谢我们园林啊 谢谢大家对我们宝宝的喜欢 这是我们的鲜宝宝啊 最漂亮、最可爱、最优雅 最美丽的鲜宝宝啊 肤色最白的鲜宝宝 最干净的鲜宝宝啊 最漂亮的鲜宝宝 最勤劳的鲜宝宝 肯定是最聪明的鲜宝宝啊 肯定是不吃咳的啊 江苏省丽阳市南山转风景区 华丽宝宝这另外一边呢 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啊 嗯 大家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啊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熊猫宝宝吃早餐的话啊 可以左上角点点关注 心心的心 安静的哈啊 咱们的口号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我是心安 我最美啊 咱们的肚子肯定是最白的啊 乃霸从来不骗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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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霸从来不骗熊的